然后你看现在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当年2008年北京2008奥运会的时候 这普京到那块就在我隔壁主题台上 普京来了 是吧 跟胡锦涛 是吧 开着奥运会 格鲁吉亚打进去了 打完回去了 拉倒了 全世界所有全世界报道没超过72小时的 结束 现在都知道普京要打乌克兰 还跟你美国谈 还跟你欧洲谈 还跟你乌克兰谈 哎 我要揍你 乌克兰 我要揍你啊 乌兰说你不能揍我呀 不行 我得揍你 为啥揍你知道吗 你原来属于我的 你分裂出去了 你现在跟欧洲人合作 把这个欧洲的东扩 就是把欧洲的版图向东边俄罗斯扩 吞并了 克里米亚等等的 原来这些事情 虽然我拿回来了 但是 你现在是我的威胁 在我家门口 咱俩本来是一家人 在我家卧室的隔壁 有一个跟外人勾搭的人 我岂能容忍得了 鉴于此 我得把你弄回来 那时候我不想回去 你不想回去 那你得有个条件啊 你咋保证我安全呢 就这 明子来 然后人家普京先派十万大兵过去 派大兵来去之前先跟习近平 习太阳 是吧 沟通好 习太阳 你娶东方 你的台湾 我娶我的西北方 我的乌克兰 我直奔基辅 全世界都知道 结果现在人家乌克兰现在找美国了 你看看 他要揍我 然后找欧洲 你看看他要揍我 我会揍我 咋办哪 是吧 然后说 瑞士会谈 瑞士会谈 美国 是吧 就是美国 欧洲坐在那开始跟他会谈去了 会谈的结果是啥呢 美国人说 我们要送你一点 你要送 我帮你提供点子弹啥的 欧洲说 我帮你说 德国人说我送你点头盔 揍你的时候我挨揍 防揍 送点头盔 法国人更夸张 如果你们很冷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送一点什么 加热的电路子 就是俄罗斯人导弹来的时候 你戴上头盔 人烂了 头盔 就是电路子 尸体上可以加热 美国人说 老子跟那儿 当年在阿富汗撤出还没来得及 销毁的那些坦克呀 什么越野车呀 你说这些玩意能挡住俄罗斯大炮吗 能挡住俄罗斯导弹吗 都能把地球毁好几次导弹 肯定不行啊